所以今天算是連續的 接續著我在今年第一篇講到之後 開始在講這個民宿記 今天是第二次講民宿記 我們現在念幾段經文 在創世紀的第十七章第一節 我們一起來念這一段經文來請 曉波特漢年九十九歲的時候 曉波特漢年九十九歲的時候 曉波特漢年九十七年對他說 我是全然神 你當在我面前做我的天人 我們都還記得這節經文了吧 今年我給大家的一段經文是非常好 給大家勉勵 希望你這一年至少把這句話放在我們心裡 我們看《出埃及記》第十二章的第十一節來請 你們是陽高 當腰間時代 腳踏穿鞋 手撞拿撞 趕緊的吃 這是耶和華的音樂節 我們繼續來念第四十一節跟第四十二節來請 這滿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 耶和華的針對都從埃及地出來了 這夜是耶和華的夜 因耶和華與他們出了埃及地 所以當向耶和華盡受 使這夜眾人世世太代該盡受的 我們都知道這個故事是日月節第一個pass over的一個故事 那是一個很奇妙的一個夜晚 摩西稱那個夜晚叫做耶和華的夜晚 那一天神的百姓圍奴了 在埃及圍奴了這麼多年 總算可以離開那個地方 他們蒙了羔羊的寶血 每一家將羔羊的寶血塗在他們的門檻上面 緊接著他們要做出一個行動出來 所以神提醒他們 那一天他們邊吃羊羔的肉的時候 你們當腰間束膽 腳上穿好鞋子 手上拿著帳 趕緊地吃 趕快地吃 因為救贖之後馬上就要帶入下一步 就是要有一個行動出來 所以蒙救贖 我們信徒蒙到蒙這個神的救贖的恩典 因為不是只是我們生命進入一個狀態 我們進入一個狀態之後我們就得救了 我們就準備有一個進天堂的一個盼望 不是的 而且不是只停在那個地方 我們得救贖是要我們生活當中要活出 活出這個基督來 是要在我們的行動裡面與神同行 而不是只是在一個狀態 在一個階段裡面 我們要帶出一個行動出來 民宿記的前一本書那邊講到說 摩西在曠野 神要摩西在曠野 在那個地方摩西跟他們立了約 頒布了十戒還有律法 立了約之後呢 神要摩西在曠野造了一個會墓 造了會墓之後呢 神在那個地方開始教導他們 在會墓裡面要做的一些事情 把那些事情寫成了立位記 如果你對舊約還不太熟悉的話 舊約的前五本書叫做 《創出立民生》對不對 立位記 所以民宿記的前一本書叫做立位記 寫信徒快樂秘訣的這個史哈拿師母說 這個立位記呢 是在講到敬拜 所以神先教導他們 他的百姓如何來隨其敬拜 現在從民宿記開始呢 神要開始教導他們 要如何的來侍奉 如何的來侍奉 教導他們要如何的與神同行 這個是我這一系列 要跟我們的弟兄姐妹 所分享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如何來與神同行 所以我們要從立位記的下一本書 就是這個民宿記 就是既在神的百姓在這個會幕造好之後呢 神做了一些預備工作之後呢 百姓開始離開西乃曠野 他們有一個目標 我們知道他們的目標是要到 神給他們的應許 應許之地去 可是呢 一路上我們都知道 他們並沒有很快的很順利的 到達神給他們的應許之地 因為他們不順服對不對 他們就是一路的不斷的發這個怨言 所以他們沒有很順利的到達 這都是我們已經很熟悉的那些故事 可是呢這一段 從埃及地出來到旷野行走的這一段路 聖經裡面有很多次讓我們看見 神其實要讓這一段路 成為我們的一個典範 成為我們的一個比喻 讓我們藉著以色列人的這一段路 來思想 我們走在這世上的一個旷野 我們怎麼樣子來行路 我們怎麼樣子來過我們每天的生活 今年我第一次跟你們分享的時候呢 我是用這段經文 就是剛才我所讀的這段經文 就是亞伯拉罕在他99歲的那一年 神跟亞伯拉罕說 你要知道我是全人的神 你當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這個中文其實並沒有完全把這個原文的意思 把它翻譯出來 後面的這個意思應該說是 你當行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就是Walk before me and be perfect 對不對 你當行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所以神全心全意的要我們成為一個完全人 不只是在信心方面 這個是我們上次所講的 在信心方面 在愛心 在愛心上面 要完全 就像我們在天上的父一樣 在愛心方面要完全 在聖結方面要完全 要 要 竭盡自己 像他自己竭盡一樣 對不對 這在聖經裡面所提醒我們的話 我們上次還提到 在喜樂方面 我們也要完全 我們常常 背著這個世上很重的一些重當 讓我們喜樂不起來 可是呢 神希望我們在這些事情都能夠完全 讓我們能夠像主一樣 所以神吩咐亞伯拉罕的話呢 同時也是吩咐我們的 你知道當亞伯拉罕聽到神 給他的這些祖父之後 他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他是伏伏在地對不對 因為他知道 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他怎麼能做得到呢 他怎麼樣成為一個完全人呢 他伏伏在地 神就在那個時候呢 給他遞出了一張名片 那個名片上面說 我是一個全能的神 我是一個 這個原文他也是叫一個 全風全足的神 其實神的名片有非常多 有一大疊名片 他是挑出其中的一個名片 給這位99歲的老人 說我是全能的神 我是全風全足的神 在你看為不能的 在我看來都可以 所以神給亞伯拉罕的這個吩咐呢 也是給我們每一位的一個吩咐 我們相信神可以幫助我們 所以這是一個提醒 所以神 藉著這個提醒呢 知道我們救恩的一個目的 所以神藉著這個應許呢 將人得救的這個藍圖 給了這個亞伯拉罕 過了幾百年之後呢 神又藉著摩西 帶著百姓出埃及 將這個救贖的這個道路呢 再一次的來啟示給我們 所以我們剛才已經提到 救贖應該帶出一個行動出來 救贖不是只是一個狀態 不是只是一個得救的一個狀態 不是只是一個 我們從此之後 就有一個在天堂上的一個盼望 不是救贖要帶出一個行動出來 就像保羅他曾經提醒我們 他說我們行事為人 要與蒙造的恩相稱 對不對 那個是在什麼地方 在以活所書第四章第一節 我們來念這段經文 來請 我為主被求的勸你們 既然蒙造 請事為人 就當蒙造的恩相稱 很多人念了這段經文之後 他說蒙造 這次我們出去要傳福音 可是我們好好地讀經文 他這個讀聖經 他這裡的蒙造 真的是叫我們出去去傳福音嗎 不是的 你看他下面是說什麼 他說凡事謙虛溫柔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 用和平彼此聯絡 竭力保守 聖靈裡面所賜何而為一的心 所以這邊並沒有提到去傳福音 傳福音當然是很重要 可是在這個地方 是比較算是內在的一個道路 對不對 要謙虛要溫柔要忍耐 用愛心來互相地來寬容 所以我講的這個系列 民宿記最主要是在神 教導我們如何地要來侍奉 我們這邊所講的侍奉 不是意思說 你在教會裡面要如何地 來帶茶巾 來領會 來什麼什麼 這樣的 這麼的侍奉呢 是講到我們內心裡面的一個道路 內心裡面的一個道路 我們生命的一個狀況 所以 在這個地方 神用出埃及 蒙救主來講到我們蒙救恩的時候呢 神要把我們蒙救恩之後 我們要與他同行的一個道路 用一個很奇特 用一個很特別的方式來形容他 就在那一天晚上 這個 玉業節的那一個晚上 奇妙的夜晚 摩西說他那是一個 耶和華的夜 神說 耶華的軍隊都從埃及出來了 有沒有 耶和華的軍隊都從埃及出來了 他稱那些蒙救主的百姓叫做什麼 叫做耶和華的軍隊 對不對 所以你要知道 我們生 我們活在這個世上 在這個曠野 在學習與神同行的時候呢 你要記得 你是像一個什麼一樣 像一個軍隊一樣 像一個軍隊一樣 他們出來是準備要去征戰 我們都知道 他們那個時候所遇見征戰的對象 包括了埃及人 對不對 他們過了紅海之後 他們就再也看到那個埃及人 可是呢 過了紅海之後 他們緊接著 他們要碰到另外一群人 叫做亞馬利亞人 亞馬利亞人 是一個很糟糕的一個族類 因為他們特別喜歡挑人家的一些軟弱 人家沒有防備的時候 去攻打人家的那種族類 後來呢 他們還遇見了米甸人 遇見了將來要 他們快到運許之地的時候 又遇見了亞摩利一人 遇見了江南人 在那個時代呢 神的百姓 他們所遇見的仇敌是這些 他們如果想要得招生 義許給他們的產業 他們一定要經過這些征戰 一定要去得勝 可是保羅很清楚地告訴我們 今天在新約時代 我們這群蒙救贖的人 我們正戰的對象不再是這些屬血氣的人 對不對 我們不要那麼快地把舊約那些話應用在你的身上 我知道我的婆婆就是那個家南人 不要這麼快 不要那麼快應用 沒有啦 那個不是絕對要讓你這樣子來應用聖經的 像你的丈夫再壞也不是那個家南人 無論他多麼壞 因為我們現在所征戰的對象不再是屬血氣的對象 因為我們在新約時代 我們的生命是有意義的 因為神讓我們明白 我們現在要勝過另外一個東西 那個東西就是在我們的裡面 你要能夠 無論人家怎麼帶你 還是仍然可以以恩賜相待 在愛上面像神一樣完全 這個很需要征戰對不對 你們覺得嗎 這個不太容易 當一個人 你聽見他在背後說你的壞話 你仍然覺得要遵行神的話 你要去喜樂 這個非常的需要征戰 而且那個是非常很值得你去征戰的 我們不要忘記 我們是被稱為什麼 我們是被稱為耶和華的軍隊 軍隊 我們來開始來讀這個民宿記的第一章第一節 我們來讀這個第一章的第一到四節來請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後 第二年二月初一日 耶和華在西南的曠野 會女中小禮摩西說 你要愛以色列會眾主主 人民的數字計算所有的男兵 凡有一個歲列中 從二十歲以外 從二十歲以外 龍主軍開戰 你和我兩人要造他們的軍隊出現 每支派中 必有一個人做支派的組長 幫助你們 我們來念十七到十二十一節來請 於是摩西亞軍帶著這群安靜出現的人 當二月初一日召集全會眾 會眾就造他們的家世 住主 人民的數目 從二十歲以外的都訴諸自己的家財 耶和華怎樣吩咐摩西 他就怎樣在西南的曠野註點他們 以色列的長子流遍子孫的後代 造了家世 住主人民的數字 從二十歲以外 凡能出去打仗被主的男兵 共有四萬六千五百名 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後 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 他們做很多事情 神 我們剛才已經講過 出埃及之後 神的百姓在曠野 神讓百姓在曠野中行走 是一種行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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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記得我們在世上的每一天的生活 是一種行軍 你接受嗎 我們要成為一個行軍 要成為一個軍隊的話 你必須要有紀律 你必須要航無整齊 對不對 不要像一群散殺 不要像一群烏合之眾 也不要像一群暴民 所以為了這個神一起討 把神的百姓帶到西南的曠野 然後在那個地方 給他們頒布了律法 立下軍規 然後神要他們造了一個會幕 那個會幕呢 就相當於一個軍隊裡面的 一個大旗 一個指揮所 一個center 所以那個會幕呢 是要被立在神百姓的 最中間的那個地方 讓他們所有的生活呢 都是以那個會幕為一個依據 他們行路 他們無論做什麼 總是要把眼光往會幕 中央的那個地方去看 神唯恐有些人看不到那個會幕呢 所以還安排了這個雲火柱 隨著他們 你知道雲火柱總是降在 降在這個會幕的上面 對不對 在這個至聖所的正上方 所以他們無論什麼時候 如果你個子比較小 你看不到那個會幕 因為他們是平行的 看不到那個會幕 可是你要頂著腳 稍微抬頭看一下的話 往著天空去看 你總是會看到那個雲火柱 看到雲火柱的話 你就知道會幕是在什麼地方 就知道會幕在那個地方 就是神在的那個地方 所以你能夠稍微想像一下嗎 你在那個曠野 神要他的百姓 能夠看到這一幕 應該在他裡面 看到那一幕的時候 裡面就有一種樹靜 樹木的一種感覺 就樹木的一種心 而且那個心呢 也是一個喜悦的心 因為他們知道 神在他們的中間 是多麼興奮的一件事情 他們是被神所看中的 神拣選他們做他的百姓 神要與他們同行 是多麼奇妙的一件事情 對吧 神就是希望他的百姓 能夠過這樣子的一個生活 常常仰望 常常去看 常常去知道 神在他們的中間 所以 當會幕被立起來的時候呢 之後的那一天 神的榮光降在那個地方 再出來一起進 第四十章 十七到十七 跟三四節的那個地方 他們出埃及之後 就好像開始建立了這個以色列國 以色列國從那個時候呢 開始計算他們的年日 所以神的榮光 充滿在那個地方 到了一個地步 連摩西都沒有辦法進去 從此呢 這個會幕就成為 神同在的一個記號 所以當他們起行的時候 當他們去行軍的時候 會幕就會隨著他們去 我們也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講 就是他們總是會把揮幕 帶在他們身邊 就好像是 我上次所提過的 當門徒行船 無論在什麼地方去 他們總是會把 耶穌一同帶去 對不對 在馬可福音 第四章三十六節 那邊講到說 門徒離開眾人 耶穌人在船上 他們就帶他一同帶去 也有別的船 與他同行 多麼好 這個經文多麼好 是一個很好 請記得 你如果要與神同行 那個意思就是說 無論你到哪裡去 你都要把主一同帶去 這是與神同行的一個秘訣 有些人會說 這個主我們又看不見 他又不是小孩子 我們怎麼樣子 把主一同帶去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系列所要講的 這個與神同行的一個秘訣 我們要怎麼樣子來操練與神同行 自然那個意思就是把主一同帶去的一個意思 所以無論你去哪裡 把主一同帶去 會幕是神彰顯他同在的一個居所 將來去了迦南地之後呢 而且要將那個設立在一個地方 可是在曠野的時候呢 神是用這個來譯表 基督徒的生活 而你會發現在曠野的時候呢 這個會幕不是說一直固定的 安置在固定的一個地方 會幕總是會走來走去的對不對 行動的 所以你可以說是 行動中的會幕帶著百姓 或者也可以說是 神的百姓帶著行動中的會幕 神在這邊這個地方呢 畫一個很美的一幅畫 讓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想到 我們基督徒在世上的生活的中心是什麼 不是用一段畫來請你去記得 而是用一幅畫 你能夠很容易的就能夠了然於心 不是嗎 介紹我們人生的一個價值 核心的價值到底是什麼 你生活生命活到現在的價值到底是什麼 就是與神同心 這是我這一次這個系列 要給大家講的一個主題 就是用這個民宿祭來講到 讓大家藉著這個民宿祭能夠多默想 多多領會 學習實行 我們剛才提到一開始 從出埃及祭要結束的時候 記載著這個會幕被立起來 緊接著來到了立位祭 在那個地方提到會幕立起來之後 神就藉著從那個會幕開始對人說話 小玉摩西之後有許多的律法 被摩西記載成27章的立位祭 對不對 不要忘記 聖經的前五章就創出立民神 這個順序你一定要搞清楚 不然的話我這段要講的時候 你總是會聽得很模糊 創出立民神 這個順序一定要搞清楚 所以神有可能花了一個月的時間 小玉摩西這些事情 因為立位祭結束之後 你翻到民宿祭的第一章 在那個地方提到了 出埃及集之後的第二年 二月初一日對不對 你還記得 這個出埃及集的最後一章是 那個會幕立起來是哪一天嗎 是正月初一日 所以現在這個民宿祭的第一章 他們講的說是二月初一日 所以過了多久 過了一個月 對不對 所以在這兩個中間呢 插入了這個立位祭 所以再來是 所以他們在那一段時間呢 神頒布了這些律法 那在二月初一日之後呢 百姓在曠野就準備要提醒了 再過二十天之後 他們就離開了西乃曠野 他們用二十天做好 最後要出發的預備工作 他們所要預備的第一個工作 是什麼呢 就是數點神的軍隊 這就是今天我要講的這個題目 數點神的軍隊 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摩西他並沒有數點所有的百姓 對不對 聖經裡面 你如果讀得很仔細的話 你會發現聖經裡面摩西他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跡象 出埃及記 出埃及之後 神的百姓到底有多少人 沒有過 他數點的不是所有的百姓 他數點的是二十歲以上 而且還不只二十歲以上的喔 而且還加了一句說 能夠外出打戰的 有沒有 所以他數點的是耶和華的軍隊 他並不是數點所有的百姓 所以我就想到說是今天如果 常常在外面有機會有人會問我說 欸你們教會到底有多少人啊 我很想只告訴他們 我們教會那種真正 懂得真戰與罪 世界能夠分別出來 能夠對付老我生命的那些人 才能算是真正的在教會裡面的這個付出的人 可是我又不知道教會裡面到底是哪些人真的是 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我通常都不太願意的告訴別人 我們教會到底有多少人 以前何老師在的時候應該 現在應該是叫做何牧師啦 因為以前何牧師還在我們中間 他叫我說 你這個每次一定要把這個人數要數點得很清楚 每次都記入數點得很清楚的那個人數 後來他離開之後呢 我們還是有做 做了一段時間之後就沒有再做 再做下去了 不過誰都知道 所以我們 你還記得大衛 大衛他曾經數點過百姓對不對 可是大衛他數點百姓的時候 他並不是數點軍隊 因為大衛他自己本身是一個戰士 他那次數點百姓的時候 他數點的是全以色列人 那個數點有一點顯然是有點 他有在那邊有點驕傲的心 好像要彰顯一下 顯露一下他自己的一些成就 拿人數來安慰自己 拿人數來肯定自己 所以神就並不喜悅 連他的這個將軍約押也很不喜悅 所以約押到後來 他至少他不願意來數點這個立位之派 所以那一次的大衛的數點人數 其實也不是很完滿的 因為立位之派並沒有被數進去 可是我們知道摩西在這個地方 數點百姓並不是這樣子的 他數點的不是全百姓 他數點的是耶和華的軍隊 我不知道我下面講的話 會不會讓有些人感覺到有點沮喪 其實這不是我的本意 那就是如果神是這樣子的來 數點他的軍隊 會不會神覺得你能夠這樣子打仗 在神那邊才能夠算數 如果你容讓你的生命 常常跟這個世界繳獲在一起 讓你的老我常常的跑出來 動不動就發脾氣 嫉妒 紛爭一直在你的生命裡面 喜歡跟別人增進 比較 這些都是聖經裡面很明確的講 這些叫做肉體的行為 叫做我們老我 對不對 你有這些並不表示說 你就不能夠做耶和華的軍隊 可是你有這些你卻從來不去理解 去對付他 我猜想你可能不會被數在這個裡面 對不對 所以 不過我很願意相信 今天我們禮拜天 你願意花時間來參加這個機會的 應該我們中間的人每一個都是被數在裡面的 可是讓我們能夠更細一點的來思想 怎麼樣子的人才算是可以打仗的人呢 第一點摩西他提到年齡 年齡很重要對不對 他說一定要20歲以上能夠打仗的 你總不能叫一個小孩子去打仗吧 因為打仗我們只要打仗需要拿很重的兵器 如果你看過古代的那些兵器的話是很重的 非常 一個小孩子他不到一定的年齡 他這個背還是很幼嫩的 恐怕連這個兵器他都沒辦法拿得很穩 你覺得小孩子要長到多大 這個刀跟劍他們才拿得動 我想在美國的小孩子可能比較快一點 因為我覺得美國的小孩子到15歲 他們已經開始打Football那個身材都非常嚇人了 所以 可是我們一般東方的孩子的話 或者以前的話 一般的話 你看現在如果你到博物館去看的話 那高級人都是很重的 一般小孩子的話 很難想像他們能夠踢得起來 即使踢得起來的話 你要叫他們揮 簡直不太可能 對不對 所以 當然 我講了這麼多 我講的今天不是講到我們外面的年紀 對不對 你都知道我今天要講的是我們 就從我們這方面來想 如果一個人的生命還不夠成熟 你就讓他來拿著兵器 在聖經裡面這個兵器是指的是什麼 神的道 對不對 以佛所書六章十七節 那邊說聖靈的寶劍神的道 對不對神的道 當然我們每個人都要領受神的道 我們也是要藉著領受神的道 我們才可以得救的 可是我今天我所要講的是 如果你拿這個神的道 來成為兵器來使用的時候呢 讓我們能夠稍微停一下想一下 讓一個生命不太成熟的人 太多使用神的道 有的時候是會造成灾害的 你知道 有的人是在肉體當中使用神的話 有時候會造成很大的一些傷害 有的人 有的時候呢他沒有碰到別人就好 因為他自己一個人在那個地方 他自己留在那個肉體的光景裡面 如果他碰到別人的話呢 甚至他成為帶領別人的人 這種情況就很糟糕 你知道有的時候呢 藉這個宗教之名拿著聖經的話 來做的惡事 有時候比用其他理由來做出來的惡事 會帶來更多的傷害 跟你們講一個例子 在50年代 美國Indianapolis 那邊有一個 有一個城市有一個傳道人 他建立了一個事工叫做 People's Temple of the Disciples of Christ 基督門徒人民殿堂 他們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普通的一個教會 就像你們在照片中所看的 這是一個很普通的一個教會 他們從那個開始的 而且做一些事情還蠻好的 他們關心窮人 提供一些食物給街友們 那些Homeless 他們做不少像這樣子的一些事情 可是幾年之後他們開始變職 那個領袖叫做Jim Jones 他開始自稱自己是神轉世為人 然後講一些很稀奇古怪的一些話語 他說他2000多年前 他曾經轉世為釋迦摩尼 又過了幾百年之後 他轉世為耶穌基督 然後中間有提到一些別的 然後他說他的前因是列寧 那怎麼可能有人會去相信這一些呢 你覺得你意見這些你一定 你一定 你不會相信對不對 那怎麼可能會有一堆人去願意去跟隨他呢 我告訴你就是有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一起投他就這樣子的 他一起投他所做的事情並不是就是這樣子的 其實他一起投他所做的事情非常吸引人的 而且呢很顯然的他一起投他所做的事情 有很多是正面的 後來有些人因為他的改變呢就離開了他 可是還是有很多人留下來 留下來的人呢有部分是因為是被他恐嚇 因為他因著有些人離開就開始越來越去挟制別人 開始用咒詛 而且還不是屬林上的一些一些咒詛 甚至用一些實際上的一些力量 如果有人違反他呢他可能會失以管教 那個包括了肢體的一些暴力 他開始給他們一些嚴格的一些一些瑕疵 你知道像這種事情發生總是會有一些人不敢及時的離開 就一直留在這個地方 雖然他對這件事情有很大的一些質疑 後來我們知道這件事情變成全世界的新聞 是因為在1978年的那一年 後來他們因為發展到一個地步呢 他們沒有辦法繼續在美國容身 就搬到這個南美洲去 過著一個很貧窮的生活 除了他自己之外 因為他自己是過著一個非常豪華奢侈的生活 可是跟隨他的那些人都過著很貧窮的生活 所以後來在美國有位參議員叫做Leo Ryan 那個參議員帶著三位記者 要去揭發他的一些事情 可是我完全沒有想到 這個Jim Jones已經做到了這個地步 他們把那個參議員跟那個記者全部都殺害了 全部都殺害了 他們到的那一天 後來我們知道 他自己沒有辦法逃脫這個法律上的一些制裁 所以呢他第二天他就開始安排一些事情 發表演說不動人 然後呢叫那邊每一個人都在那邊喝下他所預備的東西 讓他們集體自殺 不從他命的人呢 他就當場用手槍給他們射殺 那一天共死將近一千人 其中有兩百多個人是小孩子 所以我想中間很多人都還不夠這個年紀 我們可能那個時候你們都還沒出生 可能都不知道這個當時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社會新聞 1978年 所以有的時候記得這個宗教之名做的惡事 比其他理由所做的惡事還要可怕對不對 匣制人的心 有些人可能還做不到這個地步 可是呢其實那個本質其實是很接近的 他們有時候會用一些預言 有些會用一些言語來匣制人 其實這種用預言用言語來匣制人的 其實在教會裡面是一個很普遍的一件事情 你不要以為你沒見過 其實很多的 什麼時候當有人跟你說 如果你不聽他們的話 或者你要離開他們的教會 你就會受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或者一些咒诅的話 一旦有人開始這麼跟你說的時候 那就代表著你該離開了 你不用擔心他所說的一些詛咒 所以我們要留心 還有我們的生命要更多的成長 才能夠進入屬林的增長 你得救恩的時候按肉體來說 有可能你得救恩的那個時候 你已經是成年了 可是我們在基督裡面 還可能是一個陰孩 就像保羅在哥林多前三章 頭幾節所說的 你們仍然是陰孩 我沒有辦法給你們餵乾糧 只能給你們吃奶的食物 希伯來書第五章十三十四節 也有講類似的話 我們一起來念 希伯來書第五章十四節來請 凡只能吃奶的 都不受騙任意的道理 因為凡是一人 唯獨有種大成人的 才能夠食乾糧 他們的行教 寫人都好 就能夠分辨好大 所以讓我們這麼講 讓我這麼講 不要太快把一個出信的人 把他們引向事奉的河場去 不要太快的把他們引向事奉的河場去 這一直都是我所相信的 我相信我每個人出得救 就是應該去事奉主 應該去服侍主 而且我知道有些人 他們一得救 他們很自然的 就很願意去跟人家來分享福音 你知道有時候剛得救的人 常常是教會裡面 最能夠帶木道友進來的人 對不對 因為他們還有很多非基督徒的朋友 所以他們很容易帶他們進來 而我們成為基督徒久了之後 我們就不太有那些非基督徒朋友 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其實他們做的是很好的一個服侍 他們在教會裡面有參與一些服侍 非常好 可是我這邊所講的 就是你不要太快 想要把這樣子的人 推向一個更負責任的一個服侍 有時候我們可能 可能因為一個人 他們在社會上很有才幹 他們可能是經理管理階級的人 很有名望很有地位 或者是在學校公司 當然很重要的一些職位 所以一到教會裡面 可能信徒還沒有很久 我們就馬上把它放在一個很高的位置上面 那個其實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事情 多半是在害一個人 不要太快地把一個出性的影像 侍奉的合唱 你可以教導他服侍的技巧 可是那不代表說他真正有那個力量 去把持那個劍 一個生命還不成熟的一個基督徒 你如果教他怎麼樣子做一些醫治 釋放去經歷超自然的事情 其實並不難 但是當他要進入這個服侍的征戰 裡面的時候 其實是很危險的 你知道嗎 對別人有些危險 對他自己其實也很危險 只有當一個屬靈的嬰孩 逐漸的長大 成熟 有生命經歷了更多的一些磨練 變得更剛強 變得更豐盛 在他在神的話語上已經有一些規模 已經有一些規模的話呢 他自然他也會成為一個常常禱告 親近神的人 這樣子與神同行的人呢 他才是一個能夠打仗的人 我有的時候會講一個讓一些有心 成為傳道的人會有一些沮喪的一些話 可是我真的是從心裡這麼覺得 你一個真正要成為話語的直視的人呢 我們不應該是很努力的 盡量的去捏出一篇講道出來 他應該是 他在講道的時候呢 他手中其實有那麼多的東西 在那個地方 他只是拿出一部分出來講而已 應該是像這樣子 那我所講的不是說 只是聖經上的知識而已 那些話語 我想那個包括了你在靈裡面 你的生命 你的全員 裡面有聖靈的高膜 你對整個神的這個 道的這個認識 神的同在 無論你是用怎麼樣子的方式來講 其實都是一樣的 應該是像這樣 對吧 或許我應該換個角度來講 如果你今天在台下 當一個聽眾來聽上面的人來講道 你會不會是期待一個 他要講道的人應該是這樣子的呢 對不對 所以一個人信主之後 教會應該更著重於幫助他 能夠得到一個真正的一個造就 那我們教會盡量在每一次的教會裡面 我們所講的 我們所帶領的 就是即使一個出信主的人來到我們中間 他還是有機會能夠聽到一些道理 能夠讓他能夠得到造就 能夠帶他到一個更近深的一個地步裡面去 所以即使一個出信者聽我們的道 他還是會有一些得造 而對於那些已經有根基的人呢 我們也會在裡面包含一些信息 能夠教導他們如何使用他們的兵器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會給他一些實際上的一些服飾上的操練 怎麼樣子來使用兵器 怎麼樣子來使用神的道 其實不是只是在服飾的技巧方面而已 仍然是跟我們的生命造就是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能夠造就能夠教導別人 我們自己先要先學過不是嗎 如果你自己已經先學過先經歷過 你教導起來就會不太一樣 我們常常在講台上提醒弟兄姐妹 我們要獲得一個親近神的生活 還有就是我們要遵守神的命令 剛才我已經講了一些 可是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我們是耶和法的軍隊 我們蒙救贖之後走上這個世界上的曠野 走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所過的生活是在行軍 是在marching 就像是在過著一個軍人的生活是一樣的 軍人 我們知道軍人很重要就是要服從對不對 要服從 你能夠想像一件事情嗎 當上面有一個命令下來 居然說很抱歉 我真的是做不到耶 很難想像 他們一定不會這麼說 對不對 軍人聽到一個命令 應該就會說 Yes sir 對不對 你們中間有沒有當過兵的 應該是這樣子的 哪有說什麼惡話 跟他落裡巴說的 講一大堆的理由 我們那個班長就說 死老百姓 就是你以前那個死老百姓的那個樣子 在軍隊裡面就不應該再拿出來的意思 在軍隊裡面就說 Yes sir 應該是這麼的 你對主 也應該是要像這樣子 我有時候遇到一些人他們並不是這樣子 你教導跟他講說 神的命令是這一些 他會說 你講的這些常常喜樂 一無掛慮 不發怨言 凡事欺恩 什麼以恩慈相待 這我沒辦法 這我沒辦法 不行不行 你教導的這些 不夠讓人很自在的在那裡面 你不覺得 軍人不應該這麼說嗎 對不對 如果你要被屬在耶和華的軍隊裡面 你聽見了這些神的話 你應該會說 是的 主阿們 我會遵行 如果你真的是還沒有辦法遵行的話 可是你可以慢慢的先 你可以 能不能遵行以後 你慢慢再說 可是你必須 你一起投 你只要說我要遵行 我再講一遍 你聽見神的命令的時候 你有沒有力量遵行 你遵行的好不好 那個以後再說吧 可是當下你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是說 Yes Sir 對不對 是的 主我要遵行 這是你當下的第一個應該要有的反應 不是說是你以後遵行的好不好 大衛就是這樣子 大衛他的詩篇 二十七篇第八節 你們說 你說 你們當尋求我的面 那時我的心向你說 耶和華 你的面我正要尋求 你看大衛就這樣子 他說 那時他一定知道 是要他去尋求他的面 他立刻回應說 你的面我正要尋求 對不對 不像有些人 如果這樣子跟他教導的話 他就會說 什麼叫做尋求神的面 怎麼樣子才能夠尋求到神的面 神又看不見 大衛他沒有這麼問對不對 我再講一個 我們應該怎麼樣子被教導 能夠曉得怎麼樣子爭戰 怎麼樣子得勝 John Bayon 本人約翰 在他所寫入的那個 Purus Progress 天路歷程裡面 你知道我們所講的 這個以色列人 他們出埃及之後 在曠野的行程 很多人很容易就會想到 天路歷程 因為天路歷程 其實就是在講這件事情 在講我們怎麼樣子 走天路的一個故事 就像他們在曠野走路一樣 我們知道一開始 這個天路歷程 天路課 他在這個世界的曠野當中 本人約翰他所寫的 就是他們怎麼樣子 學習與神同行 在這一路上 如果你熟悉天路歷程 這本書的話 這個天路課 就是Christian 即將離開王城之後 走上了一條天路 最早其他所遇見的這個危險 他的仇敵之意是什麼呢 你們還記得嗎 就是 憂鬱潭 對不對 憂鬱潭 Slaught of Dispunt 對不對 憂鬱潭 你懂不懂得怎麼這樣子 去對付這個憂鬱潭 基督徒掉進了這個憂鬱潭裡面 後來有一個人叫做help 叫做幫助的人 把他拉了上來 對不對 你還記得那故事嗎 你懂不懂得怎麼樣子 去勝過這個憂鬱潭 你如果要成為耶華的軍隊 要懂得打仗 這是其中一個 你最先要懂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勝過這個憂鬱潭 羅秉森師母的傳記裡面 提到有一位年輕人 到他那邊去追求 神給羅秉森師母智慧 指出他生命當中有一個 將要成為他服侍神 一個很大的一個破口 就是他很容易動不動就會 悶悶不樂 很容易就是 你不知道什麼原因 就變得很優悶 可是他是一個很認真的一個人 有的一直都很認真的人 是常常會很容易變成這樣子 所以羅秉森師母 就按照主給他的智慧 來教導這位年輕人 他說你應該每天花個 15到20分鐘 很簡單的來讚美神 不做別的事情 可是你知道 對於像他這樣子的人來講 其他15分鐘 都能夠安靜下來讚美神 是一件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因為對他來講 他整個生命 有很多事情要去完成 要去做 這樣子才叫做每一分每一秒 過得很有意義 不是嗎 讚美神對他來講 好像是一種浪費時間的 一段時間 可是他還是很順服 他就這麼去做 後來他從這裡面都找釋放 神那樣子的使用他 後來他建立一個很好的教會 你知道以我自己 多年在教會裡面的經驗 的了解 有許許多 侍奉神的人都有這個問題 你需要從這裡面 得到釋放 因為你知道有很多侍奉神的人 他們都是一對生命很認真的 很serious的人 而這樣子的人很容易會陷入 這個憂鬱裡面去 不像有些人生活就是 隨隨地面過得且過 每天都很輕鬆都很快樂 可是對生命很認真的 常常會有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還有那種完美主義者 也很容易會憂鬱的 可是當他們被 從這個憂鬱堂被拉上來之後 得勝這個之後 他們不會因此變成一個很輕調 整天嘻嘻哈哈的人 不會的 他們仍然是一個 原來他們就已經是一個 很認真的一個人 可是他們因此 他們生命會變得更明亮 那個你不覺得才能夠被稱為 知道如何去打仗的人嗎 你能夠思想一下 出埃及蒙救贖之後 我們並不是只得到一個 個人的一個救恩 然後呢我們在一起 就好像變成乌合之眾 乌合之眾 去打仗的話呢 常常會打一個迷糊仗不是嗎 對真理缺乏有規模的認識 很容易被一些古怪的 稀奇的一些 錯谬的一些道理吸引了去 所以有時候遇見一些衝突呢 他們很可能 這群乌合之眾 就變成一群暴民 你知道吧 打自己人 像主所形容的 動手打他的同伴 神不要一群軍隊是像那樣子 神的軍隊是一定要 能去打仗的 而那個打仗呢 你第一個對付的 就是你自己的老我 所以我們一定要受裝備 一定要受這個訓練 成為一個有紀律 航無整齊的一個軍隊 我想那個意思 並不是說今天 要用一切的軍事法規 紀律 基本教練 來組織教會的眾聖徒 不是的 好教大家的可以行動一致 口徑一致 整齊化衣 有些團體的 連制服都很化衣 你到一個教會來 你發現大家穿的都差不多一樣 可是你看初代教會 使徒們並沒有把教會 建造成那樣子 我不覺得教會 應該是被建造成那樣子 軍隊裡面 航無整齊並不指的是這一些 軍隊裡面 航無整齊更多的是在講到 要把人真正的帶向一個方向 就是他們真正的去愛主 除了主之外 其他的人都無關緊要 所以他們很容易捨棄 他們不會堅持自己 應該要怎麼樣子被對待 很容易就因此跟別人去 起一些衝突 很容易因著別人的 做一些事情 他們裡面就很多的 很多的不愉快這樣子 然後就很不高興 然後就會因此說出一些 很尖刻的話來 然後就造成彼此的傷害 很多這些事情 都是很容易發生的事情 對不對 尤其是在一些很認真的人中間 我想那不是正確的 神稱讚的不只是說 你今天要很重心 而且還是你今天要良善 對不對 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你要忠心又良善 那麼你一定要懂得爭戰 一定要懂得如何對付你的老我 在以佛所述第六章那邊提到 全副的軍裝 幾乎都是這樣對不對 所有的那些軍裝 都是跟這個事有關係的 叫我們佩戴著真理 公義 救恩 平安的福音 信心神的道等等 你戴著的是一個平安的福音 而不是跟人起衝突的 那個不叫做爭戰 你能夠用平安的福音拿出去 那個才叫做爭戰 這個世界上的爭戰 跟這個世界上真正完全是兩碼事 對不對 只有這樣子保羅說 能夠抵擋仇敵 並且成就了一切 還能夠站立得住 這樣子的人呢 才會被列入耶和華的軍隊裡面 才會被數入其中 當神要摩西帶百姓出埃及的時候 叫摩西去跟那個法老說 容我的百姓去 好 侍奉我 神一起投 救贖他百姓就有一個目標 要他們成為一個侍奉神的百姓 他們在曠野行軍 與仇敵爭 特別是與老五爭爭 好 叫他們去那地 得那地為業 那個就叫做侍奉 我們知道 立位記多一點講到敬拜 民宿記多一點講到侍奉 這就是我這個系列 接下來是我要講的 神的百姓在世界上 世界上的曠野與神同行 學習與神同行 那個就像行軍一樣 神的同在與神的榮光 要成為他們生命的中心 但願我們都在這裡面有份 我們盡其力來唱一首詩歌 來成為今天的結束